我说大家一定要在50岁之后 继续开发自己 因为我们有很多东西 是我们不知道 就像比如说 我不知道我会跳舞 这件事情我不知道 是我无意中发现 然后我就发现说 我去学了排舞之后 我真的好喜欢 然后这个运动 就变成我主要的运动 可是我们跳一跳就好团 对不对 要补气 气的要靠我们的 不管是食物 或者是我们要对增下药的药材 把它补起来 你就发现看到明天 想到说我今天来喝喝喝 看到明天的太阳就什么 特别的高兴 到了这个阶段呢 有什么事情是你还想做的 自己要思考 要开始思考 或者是去想说 有什么事情是你以前想做 但是还没有去做的 往这个方面开始做一些尝试 跟新的学习 其实就是很棒的 对 要有新的刺激进来 嗯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